因為我更新了OpenAI Whisper 我就想試試它的廣東話 上面的字幕就是原汁原味 Whisper AI剛才的Cantonese model Transcribe 下面是收拾了的字幕 好,那就去片 OK,先拍攝 好了,其實有點不舒服 不過我就,可能聲音也不太好 其實我最主要就是想試一下 因為我已經更新了這個Whisper OpenAI Whisper 我就想試一下它的廣東話 Cantonese 我給你看一下究竟它是甚麼東西 我就會打Whisper hyphen 因為其實我最主要 為什麼聲音是這樣的 是究竟我的 我病了這個聲音還是甚麼原因呢 我先改一些東西 Vocalder OK,如果這個 我想應該是我的聲音吧 我的聲音不好啦,不關事 我先改一下 那,回到這個Whisper AI先啦 那就是 這個啦 OpenAI Whisper Whisper 走音 OK 因為它其實也挺新的 你看到它呢 你見到它呢,Version 2023 1117 你見到它呢,Version 即是昨天 剛剛update的 18個小時 那它update了 Decode 還有呢 它有個 Cantonese的 Database 那它應該是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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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 增加了Cantonese這裏 這個位 OK,那我現在就想試下 這條片呢 我將會在這個 下方 Sorry,Amin 你見到我這條片呢 就會 是 上面呢 字幕就是 原汁原味 用 Whisper AI 剛才的Cantonese model 就這樣transcribe 下面呢 我會是 收拾了的 字 就是收拾了的字幕 那我就會讓你 對比一下 就是上面 白色呢 就是 原汁原味的 字幕 用Whisper AI Cantonese 整出來的字幕 用 嗯 下面這個 Sorry,下面黃色呢 就是它 Sorry I mean 下面如果有 不同 就是我改正了的廣東話字幕呢 就會用 黃色去標示 OK 看看你 聽不聽得懂 我現在 試一下廣東話那條片 好 那就 開片 Sorry,應該 差不多 完了 OK 好